大家好,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把这个APP的一个UI设计的定调的方法简单的分析给一下 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定完调之后 定完整个UI的设计的风格之后呢,我们开始要做出设计了 设计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包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UI设计行业的一些沿线的小知识吧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上一节课的这个定调 基本就这几个关键词来,我们要红色的,我们要扁平的 我们要线性的那些图标,我们要测斜切的那个导航 而不是直接那个右推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要那个加载的一些图标啊 包括到那个友好地势的一些界面的相对趣味一些 大概就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朝了这个方向呢,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闭起眼睛来的话,网上一点概念都没有 那我们呢,用这个倒退的方法再回去看一下这些我们所要的这些界面 其实呢,很多产品他们已经成型了 我们大概如果说有一点有联摩过的人呢 他应该心里都有数了 就是找一些,我们想要一些什么样的图标 什么样的图片 好,返回菜单 包括到这边呢,我想要采用上面一种风格 准备一些设计师所必须的一些素材 那这些素材呢,通常是从哪里来呢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经常上的一些各网站 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这边 那IconFund就是阿里巴巴的一个 还蛮强大的一个图标的一个素材的网站 如果说这个项目呢,对那个Icon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我们不一定要原创的话 那我觉得到这里一定能找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说一定要原创 其实如果说在那里没有什么灵感 那找不到什么好的idea 我觉得到上面去找也是还蛮好的 战户的跟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跟国外的Java 这个也都是设计师的一个社区网站 主要还是在社交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Java是比较牛逼了 不是随便人都给上面上传作品呢 那不管是国内国外都以能够把自己作品 发表到上面了为融的 那像战库的话也是很多人 以成为他们那个推荐设计师为融的 由外中国的话就是素材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上面有很多牛逼的 一些设计师在上面做互动 那花瓣的话更多还是一些 那个图片 包括到灵感的一些触发的网站 那其实这些的话 都在这个设计师导航里面都有 在优秀网嘛 可能有些人也还是蛮熟悉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认为目前在国内导航 还是比较全的 就设计师导航还比较全的一个网站 更重要还是偏向于做那个UI设计 网页设计啦 包括到工业设计的这块 平面设计方面的话会比较少一些 包括到那个 UI的Icon的这个资源库 这个还蛮全的 当然是要通过那个英文翻译 还有一个界面设计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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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还不错 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都点开去看一看 敏感的一些图片 很多的图片非常干净 加户设计也有 设计公司也蛮多的 但这里不光光是UI设计 也有工业设计 还包括品牌设计 那说到这个设计公司的话 我就想跟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这个UI设计行业 有哪些个设计团队的 还算是比较出色的 北乔峰南木龙 我们都很熟悉 实际上在业界里面 我听说是有人这么一说 就叫北埃口西南唐硕 这么一个说法 那可见这两家公司还都还蛮 应该还是蛮出色的 但看了他们的作品 都还是不错的 但很多都是从国外的 那个微软 还有那个Google 那些工程师 出来创业的一些团队了 那这个是那个 北雷军呢 意为是国内最好的 UI设计团队 没有之一 当然呢 这是以家之言的 那下面这两个呢 是那个苹果原手机设计师 出来创办的一个设计公司 主要是做工业设计的 那其实这些 不管在设计理念呢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想法 还包括他们的一些风格 很多都会借鉴这些公司 都能从他们这边 特别是青蛙设计 都能从他们这边找到一些痕迹 毕竟他们都是世界顶尖的 那个企业嘛 那青蛙设计呢 可能是 创始人呢 是被业界意为是 苹果设计语言的一个创始人 那这个中文应该是翻译成 那个子弹集团呢 他虽然没他那么出名 但是呢 也是 最值得他炫耀的就是 把苹果的现任首席 设计师乔纳森呢 招聘到他的会下 从而成就了 那个苹果现在的各种设计的辉煌 那说到这些团队的话 我觉得哈 在我们国内嘛 包括到国外嘛 应该更能逼的 还是在一线的那些 那个意外团队 包括到那个优异团队 像腾讯啊 那个阿里巴巴呀 包括到百度啊 这些奋战的一线的 他们肯定是 对用户的研究啊 比别人还要透彻 比一些外交公司还要透彻 所以呢 我建议是大家 如果是有时间 尽量能够去 云联一下他们的一些主页 他们团队主页 其实啊 有时还还还还 还蛮有 蛮有东西可看的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他们的主题架构 包括他们的这个行业的细分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 各个分工是怎么去命名的 各个的说法就是的 但是很值得我们去看 好 好 那我给大家看这张图片的目的的话 还是想说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设计的之前呢 如果能够再深入的去 跟程序员去沟通 跟交互设计 上面经理的去沟通 可能你后面的话 还是会得到 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呢 我最后呢 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技术的一个沟通 主要是沟通哪几个方面呢 一个就是 假如说你有两个版本要做的话 iOS跟安卓两个版本都要做 那我是建议先做iOS的 因为安卓的它的尺寸 它的分辨率的还蛮多的 所以呢 先把iOS给搞定的 其他的其实如果是 都做实量化的一些图片的话 应该都还是蛮好 蛮好去调整的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尺寸的优先顺序的话 我个人也是建议是 先做那个5的 iPhone5的 就是64顶层1136的 那这样的话 往后退4 还往上走 6 6Bus都还比较 好好好调整一些 选一个中间段 这就是 我简单要说的就是 在设计之前 要做的一些准备 包括到技术沟通 好 那这节目我们就先讲到这边